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跟爸爸妈妈玩这个声音的游戏哦 今天达琳姐姐要说的是十二生肖的由来下集 翻外篇的故事 上礼拜我们说了猫跟老鼠之间的恩怨 其实它们本来是好朋友的 狡猾的老鼠用坏心眼获得第一名 可是却失去了很多好朋友 失去了大家对它的信任 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除了猫跟老鼠之间的恩怨之外 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 还有其他动物之间是有恩怨的 今天达琳姐姐要说的故事 就是龙和公鸡之间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十二生肖翻外篇 龙与公鸡 本故事搜集着网络世界 由达琳姐姐改编 自从玉皇大帝宣布了 要举办十二生肖大会之后 许多的动物天天都非常的担心 有动物担心自己要吃什么 身体才会健康 体力才会充足 才能赢得比赛 有些动物烦恼自己的打扮 不知道穿上什么样的衣服 跑得最快 游得最远 而住在清水潭里的龙哥哥 他担心的又是什么呢 龙哥哥天生长得很威武 浑身都有亮晶晶的领甲 而且他有一个大鼻子 又粗又长的大胡子 他非常的帅气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他也是威严的代表之一 不过 龙哥哥也有他的忧愁之处 这一次生肖的排名 我一定得选上不可呀 像我这么威武的人 怎么能不属于十二生肖之一呢 龙哥哥心里这么想 但是 龙哥哥身上其实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 他的头上光秃秃的 他总是觉得自己的头上少了些什么 龙哥哥在镜子前面看了看 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我总觉得我少了什么 啊 对 我想 我缺少的就是那一对美丽的脚 我要怎么样拥有 像龙头上那样的脚呢 龙小姐最小气了 跟他姐他一定不会接我的 哎呀 如果 我头上有一对美丽的脚 我看起来一定就更加的威武好看了 那该有多好呀 哎呀 哎呀 龙哥哥就在镜子前面 看着自己的头上 叹了一口气 又叹一口气 算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出去外头走走 让我的坏心情 被太阳晒一晒吧 于是 心情不太好的龙哥哥 就从清水潭里钻了出去 想要晒晒太阳 这时 他看见了一只大公鸡走过来 大公鸡挺着胸脯 在岸边走过来走过去 龙哥哥发现 公鸡的头上有一对大脚 他高兴极了 立刻跑过去对公鸡打招呼 鸡公公你好啊 鸡公公你看起来真是太神气了 谢谢你 龙哥哥 是说鸡公公 那个明天我要去参加十二生肖的大会 你方便把你头上这对神奇的脚借我带一带好吗 我回来立刻还给你 龙哥哥对鸡公公说 哥哥哥 龙哥哥 真对不起呀 明天我也要去参加十二生肖的大会 实在是不能借给你呀 龙哥哥又说 鸡公公 你的头太小了 戴上这么一对大脚实在不好看 你还是借给我戴吧 你看看我 我这光秃秃的头啊 多么需要一对像你这样气势强大的脚啊 就在这个时候 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了一条蜈蚣 蜈蚣最爱管闲事了 他听到了龙哥哥还有鸡公公的对话 就插嘴说 鸡公公 你就把你的脚借给龙哥哥用一回吧 如果你不放心 那我来做宝人 你说怎么样呢 说实在的 我也觉得你的头太小 脚太大 这对脚放在龙哥哥身上应该会比较好看 你就借他吧 做好事你会有好报的 说不定你会多长出一对脚 就像我有一大对脚一样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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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管闲事的武功就这样成为了保证人 而鸡公公想了想之后 觉得自己就算没有这一对脚 他也够帅气了 于是 他就决定日行一扇 把他漂亮的脚 借给龙哥哥使用 哥哥哥 龙哥哥 那我就把我帅气的脚 借给你使用了 十二生肖大会结束后 你一定要还给我 这可是我的传家之宝呢 哥哥哥 没问题的鸡公公 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龙家族最重要的贵人 不是传人哦 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一定会帮助你的 谢谢你啊 就在鸡公的担保之下 鸡公公把他头上的漂亮脚 借给了龙哥哥去参加十二生肖的大会 比赛结束了 小朋友 你们还记得十二生肖吗 鼠牛虎兔 龙蛇马羊 猴鸡狗猪 龙哥哥 他的名字居然在鸡公公的前面 鸡公公心想 玉皇大帝把龙哥哥排在自己的前面 除了他提前抵达之外 一定跟那对脚有关系 他决定要把自己的传家宝 那一对头上漂亮帅气的脚 给讨回来 于是 鸡公公就在生肖大会结束之后 走到清水潭旁边 他看见龙哥哥 正兴高采烈的游水 他很有礼貌地对龙哥哥说 哥哥哥 龙哥你好啊 请你把脚还给我了吧 没想到 龙哥哥一看到鸡公公是来要头上的脚 他立刻变脸说 哎呀鸡公公 你要脚干什么 我说实在的 你没有脚看起来比长着脚更帅气 可是对我来说 这一对脚多么的重要啊 你不需要它了 你就将它送给我吧 鸡公公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地说 哥哥哥 龙哥你这样说就过分了 不管你多么的需要脚 你跟人家借东西总是要还的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啊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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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龙哥哥哥知道自己理亏 一时答不上来 但是 他又不想把漂亮帅气的脚还给鸡公公 于是 龙哥哥停了一会儿后 有礼貌地对鸡公公鞠了一个躬 他说 对不起鸡公公 现在我要休息去了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吧 再会了 说完 他不等鸡公公回话 快速地钻到水底去了 鸡公公又气又恨 拍着翅膀 在清水潭旁边拼命地叫喊着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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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哥哥叫还我 龙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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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还我 龙哥哥躲在清水潭里就是不出来 鸡公公也没办法 他叫了半天 喉咙都叫到哑掉了 身体也没力了 他想不到别的办法 决定要去找保证人蜈蚣 鸡公公在乱石堆里找到了蜈蚣先生 并且把刚刚龙哥哥不肯把漂亮的脚还给他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蜈蚣先生 最后他对他说 咯咯咯咯咯咯咯 蜈蚣先生 你是保证人 这件事你不能不管 蜈蚣先生仰着头想了半天 他慢吞吞地说 呃 我想龙哥哥会把脚还给你的 如果他真的不肯还 那么 我也没有办法可想歪歪 鸡公公 你是明白的 他躲在水里 你说说我怎么去找他呢 鸡公公说 咯咯咯咯咯咯 可是当时你是自愿做保证人的 难道出了事情 你就不负责任吗 蜈蚣先生又说 嗯 鸡公公那可不能这样说 当初你借了自己的脚给他 完全是你自己自愿 我不过做个保证人而已 再说啦 我当初做保证人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龙哥哥会这样不讲信用 他看起来如此威严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也不知道啊 要是我能预料到这一点 那我也不会当保证人 我就是算命师了呀 你说是不是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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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怎么办呢 鸡公公压住火器后问 蜈蚣先生 嗯 我说嘛 如果他真的不还的话 你只好自认自己倒霉 这也只能怪你自己 当初没有三思而后行 太鲁莽了 歪歪 蜈蚣先生说 咯咯咯咯咯咯 怪我自己 鸡公公瞪着眼睛 逼近了一步问 嗯 当然 首先应该怪你自己 没有好好想一想 接着 嗯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 歪歪 鸡公公气得满脸通红 他伸长脖子 一下子就啄住蜈蚣的脑袋 甩了几下 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从那时候开始 每到夏天 我们就常常看见 公鸡在院子里啄蜈蚣吃 并且每天天一亮 鸡公公就想起他失去的脚 总是要放开喉咙 大叫几声 哄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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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叫唤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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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 早上公鸡都会这样放开喉咙大叫 而且为什么 他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蜈蚣啦 今天的达林姐姐说故事 十二生肖由来番外篇 龙和公鸡说完了 不管你多么喜欢别人身上的东西 像龙一样的行为 其实是不对的哟 就像公鸡先生说的一样 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 不管你想跟别人戒什么东西 都一定要准时还给人家 这样下一次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别人才会愿意继续帮助你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是金钱买不到的 一旦摧毁 要建造回来就更加不容易了呢 希望每一个你都可以从故事当中学习 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告一段落了 提醒大家要帮我们节目压下五颗心好评 也要留言给达林姐姐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 盲盘会本里面有好多好多小礼物都已经寄出去咯 希望里面的surprise你们都喜欢 也欢迎各大厂商邀约合作 你们需要的链接都在下方说明栏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周农历初四的特别节目是达林姐姐会念出最近偶内的留言 要准时收听哦 我们就常常看到 常常看到 彼此之间 老鼠是什么声音 兔子又是什么声音 额 没有额啦 额 额写的额 额 十二生肖里面没有额哦小朋友